网络 隆一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塔克拉玛干是一片位于新疆南部的广阔沙漠 在这片干旱荒芜的土地上 一片片绿洲给人们带来了生机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 气候条件适宜 许多绿洲已成为新疆乃至全国重要的棉花生产基地 而位于沙漠边缘的玉璃县正是其中的一片绿洲 每年九月底到十一月底 随着百万亩棉花的相继土序 玉璃县迎来了棉花全面成熟的季节 一年一度的棉花采摘期就此拉开了帷幕 已经与棉花打了十五年交道的土耳地 是玉璃县敦阔坦乡米尔沙里村的棉农 它今年种植了五百亩棉花 此时正值收获的时节 如果不想影响今年的棉花产量 它必须在冬季来临之前把棉花采摘完毕 清晨 土耳地一家早早地聚集在餐桌旁 今天是周末 在县礼上初二的女儿难得回家 虽然关心着地理棉花剪食的情况 但土耳地还是打算陪家人多待一会儿 但显然土耳地今天注定会十分忙碌 在接到采棉工刘爱荣生病的电话后 土耳地急忙和家人道别 开车送刘爱荣前往县城看病 将近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后 土耳地赶到了县城诊所 在得知了刘爱荣的病情无大碍之后 土耳地终于松了口气 但尽管如此 它还不能放松 它要尽快返回地理 查看今天棉花的采摘进度 土耳地今年种的是早熟的棉花 原本采用的是机器采摘的种植模式 但是受到五月份的风灾影响 棉花感的高度不够 棉桃太低 成熟期又晚 而机器采摘往往不能将棉花采摘干净 所以经过考虑之后 土耳地决定采用人工采摘 每天傍晚棉花称重结算 是采棉工最高兴的时候 白天的疲惹顺时烟消云散了 结束了一天的采棉工作 回到家的土耳地正好赶上大女儿做晚饭 看到女儿很懂事 忙碌了一天的土耳地 放松了紧张的心情 脸上露出了笑容 她现在终于有时间 可以好好陪伴自己的家人了 吃完晚饭后 土耳地还不能休息 她要和几个朋友 一起讨论今年棉花的行情 在和同伴们沟通后 得到的结果却让她有些担忧 再过几天 就是棉花最后成交的日子 她担心一年的忙碌 得不到好的结果 几天后 土耳地终于赶在冷空气来临之前 采摘完了所有的棉花 今天送往棉厂的棉花 是今年的最后一批 虽然人工采摘耗时长 但采摘的棉花却干净 不含杂质 这让土耳地的棉花 在当地棉厂很受欢迎 她种棉花种的还可以 就是采摘的时候也挺好的 人们也算蛮受欢迎的 挺喜欢的 土耳地今年的棉花 卖了一个好价钱 虽然五月份的风灾 对棉花的产量有些影响 但今天的收入还是让她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新疆的棉花多以长绒棉为主 具有纤维农长 透气信号等优点 在中国的棉花产出中 占有很大的比重 在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全国的采棉工纷纷赶来 他们将共同分享这场丰收的喜悦 也许比朝九晚五更辛苦的 是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但在这片白色的海洋里 辛劳的棉农们 并不会因为忙碌的工作而烦忧 当他们将汗水 洒在这片丰收的土地上时 就用自己的双手 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幸福